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矩阵的平移变换 在之前我们学习了向量以及矩阵的相关的一些计算公式 但是到现在我们都人人不知道 如何对一个模型进行平移旋转或者说说放 今天的课程就是教大家如何通过矩阵来进行平移这个操作 我们在进行3D编程的时候 我们一般使用的都是4x4的矩阵来描述一个变换操作 基本的步骤为先设置一个4x4的矩阵M 使用矩阵M来描述一个特定的变换 比如平移 然后我们将一个点或者一个向量的作标 放置到1x4的行向量当中 在本节课课程当中我们以低差的方式为例 那么我们将这个点或者向量放置到1x4的行向量V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向量矩阵M来得到一个新的点W W就是我们经过矩阵M变换之后 得到的新的点或者向量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4x4的矩阵 是因为4x4矩阵可以描述我们的所有的变换需求 可能也许有同学会说 3x3的矩阵M不是更好吗 因为在3D中刚好有三个维度 虽然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其实用3x3的矩阵M来描述一个变换 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比如一个点Vxyz既可以表示一个向量 又可以表示一个坐标点 但是我们的向量经过平移变换之后 这个向量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但是点就需要被改变 在这个时候3x3的矩阵就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因此我们将33x3的矩阵快展为4x4的矩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移这个操作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点U 然后要对U进行平移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一个位移向量B 和该点相加即可 就可以得到平移之后的新的点 假设我们的位移向量B为TXTYTZ 让我点xyz经过向量B位移之后 得到的新点就等于 x加TXY加TYZ加TZ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4x4的矩阵 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个点 是一个三个维度 要满足矩阵的惩罚定义 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点进行扩充 我们增加一个维度W 那么形成的新的一个航向量 就为XYZW 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学习到的单位局限 在单位局限当中 斜线的元素全为1 我们用点xyzw来审议这个单位局限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之前在讲单位局限 我们就讲到任何局限 审议一个单位局限 它的结果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观察 这个单位局限的目的 就是要看一下 我们能否将我们的位移向量 tx,ty,tz 放置到这个矩阵当中去 使得这个点经过位移之后 得到的新的点 的结果是 x加ts,y加ty,z加tz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单位向量 大家就可以发现 前三个元素 都是xyz 在和矩阵里面的元素 做乘法的计算 如果我们将 如果我们将tx,ty,tz 它和和xyz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倍数的关系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加的地方 就是在矩阵的最后一行的前三个元素 当我们添加进去之后 我们新的结果 是w和tx,ty,tz 形成一个倍数的关系 但是 w是我们对这个点进行扩充的 我们自己新增的一个维度 那么w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 如果w值等于1 那么我们的这个结果 刚好就满足了我们的平移的要求 那么如果w等于0呢 那就是向量xyz 经过平移之后 它的结果原来是xyz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当w等于0的时候 用于描述向量 当w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用来描述一个点 现在我们去Unity3D 观察一下 UT3D矩阵的每一个元素的值 我们先将我们的小球的位置重置一下 然后打开我们的脚本 我们将我们之前的测试翻掉 然后我们直接输出 UT3D矩阵的每一个元素的值 现在我们运行来看一下 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 在Unity3D里面 如果一个模型的初始值为0 那么这个模型的矩阵 其实也就是一个单位矩阵 然后现在我们来修改一下 这个模型的桌标 我们将这个小球在X轴上面 平1-1 Y轴上面平1-2 V轴上面平1-1.5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偏移量的值是在列向量上面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Unity3D 使用的是OpenGL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对它进行转置一下 然后再运行一下 现在大家就会发现 在Unity3D里面 它的矩阵的第四行前三个元素的值 刚好就对应了这个模型的坐标 那么Unity3D的这一个矩阵 其实就代表了这个模型的一个变换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们会学习到矩阵的缩放 以及旋转操作